巴黎奥运会召开赛期 中国体育代表团是分批抵达巴黎 开始赛前准备 从带芯片的足球内胆 到先进的LED地板屏 再到吉祥物 府里热玩偶 中国制造的身影 在本届奥运会上可以说是处处可见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制造是中国参与奥运会的 另一种方式 祝愿各国运动员圆梦巴黎 第三十三届奥运会即将开幕 世界的目光聚焦巴黎 今年五月 习近平主席访问法国时 向马克龙总统赠送了 北京双奥火炬 祝愿巴黎奥运会取得成功 表示中方将派出高水平代表团 赴法国参赛 目前中国体育代表团 已经抵达巴黎 中国运动员将同各国运动员 在巴黎同场竞技 昨天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 国家副主席韩正 赴奥运村看望了中国体育代表团 表示希望他们传递体育正能量 加深与各国运动员的了解和友谊 展现新时代中国的良好形象 当好文明交流的使者 中国制造 是中国参与奥运会的另一种方式 优质的中国产品 将为巴黎奥运会提供技术支持 和服务保障 也将为比赛增添更多的科技感和观赏性 我们祝愿各国运动员向着更快 更高 更强 更团结的目标奋进 赛出好成绩 圆梦巴黎 赛出好成绩